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 Metilab中求解非线性规划的函数 那Metilab中求解非线性规划的函数 叫做FminCon FminCon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样来拆解 F就表示方克性 方克性就是函数的意思 min就表示求最小值的意思 对吧 Con就表示限制约束的意思 那实际上FminCon它就很好的 把我们非线性规划的一个标准形式 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对吧 min就表示求最小值 F就是求函数 Con就表示线性 就表示线性和非线性约束 对吧 当然这个上下级约束也属于我们的限制条件 那这个就是FminCon这个函数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些输入的参数 首先我们先来看中间大家比较熟悉的 A B A1Q B1Q L B U B 对吧 这几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A和B就表示我们线性不等式约束 它的一个系数矩阵和常数项 A1Q和B1Q就是线性等式约束的一个系数矩阵和常数项 L B和U B就是上下级约束 那现在里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一个一个来带着大家来看 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这里的X0 X0表示是初始值 我们之前在讲线性规划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过线性规划问题 我们的算法叫做单纯刑法 那单纯刑法你就算不给它初始值 我们Metitube它也会默认给我们选一个初始值 来进行一个求解 而且你最后求解的结果和你给定的初始值无关 那在线性规划里面 初始值的作用仅仅就是加快 这个算法它迭代运行的一个过程 如果你初始值选的好 那你这个算法可能算起来就快一点 所以我们在线性规划问题里面 我们一般都不用给它的初始值 但是大家要注意 现在我们求解的是非线性规划问题 那非线性规划问题中 我们的X0必须得给 而且这个X0非常关键 那为什么呢 因为非线性规划问题 它的这个算法实际上求解出来的是一个局部最优解 大家看它求解的是一个局部最优解 什么是局部最优 所谓的局部最优 就是在我们初始值 它的一个附近来找到一个最优解 所以你这个初始值 它的选取就非常的关键 因为我们Metitube中 它求解这个非线性规划 用的是一些近似的算法 那当然在线性规划问题里面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要特别强调的一点 所以大家看一下 在我们非线性规划问题里面 它把这个初始值 放到了第二个输入参数的位置 对吧 可见我们的X0有多重要 那希望大家一起重视 第二个 我们刚刚说过 我们的局部最优解 这个是Metitube 它给我们求出来的 对吧 那现在有同学就会想 我现在想在我们整个定义域上面 来求一个全局最优 对吧 所有的全局最优 就是在我们这个定义域空间内 来找到一个最好的解 那假设你现在要找这个全局最优 当卵阵的全局最优 我打了一个引号 大家看 为什么要打引号了 因为实际上 你如果要求全局最优 你只能用为局法 把所有的情况 全部列挤出来 那这个很小的不可能 因为我们的这个质变量 它的定义域是连续的 所以你求全局最优 如果你这个函数特别 就特别复杂 或者说它这个函数 有很多极大极小极小极点的话 那这个求解就非常困难 所以 我这里就加了一个引号 那如果你真的要求 这种全局最优 的话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求呢 我这里提供了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 你不是说这个初始值 也很重要吗 那我现在就给不同的初始值 假如说我给100组 那我给100组初始值 那我每一组初始值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局部最优 对吧 那我现在在 这些局部最优里面 再来找到一个全局最优 对吧 当然也是加引号的全局最优 实际上它还是一个近视的 对吧 近视的全局最优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能够在这100个节里面 找到一个最好的节 对吧 来把它做一个全局最优 这个是给定不同的初始值 那这个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种方法 特别有用 而且它可以联系到我们之前学过的知识 我们可以先用蒙特卡罗模拟 那用蒙特卡罗模拟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看到过 对吧 这个求解出来的结果还是挺不错的 蒙特卡罗模拟 那你用蒙特卡罗模拟 你可以得到一个蒙特卡罗解 对吧 那你得到了蒙特卡罗解之后 你把这个解 给它作为我们的初始值 来求一个最优解 那当然 你有可能这个蒙特卡罗 我们说过蒙特卡罗 它本来也是一个近视算法 对吧 可能你取的这个N N就是蒙特卡罗次数 N如果你取的比较大的话 它得到这个解就比较精确 那你其实也可以使用 就在蒙特卡罗模拟里面 对吧 你可以给不同的N 来求得不同的解 然后或者说你给同一所N 比如说N等于100万 然后来求10次 把这10次蒙特卡罗的解 对吧 给它作为初始值 然后再来求最优解 那这个是我比较推荐的一种方法 叫做先用蒙特卡罗模拟 得到一个解对吧 然后把这个解作为初始值 那这样的话就有很大的概率 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全局最优解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 怎么样来找全局最优解 两种失落 我个人比较推荐第二种方法 而且第一种方法 它到时候会存在一个bug 就在Metalab中求解 会出现一个bug 到时候我们会用具体的编程 带大家看 第一种方法 它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给不同的初始值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函数的最后面 后面有一个Option Option表示设置选项的意思 对吧 那这个Option 它就可以给我们 给我们设置不同的求解的方法 那Metalab中求解 我们这个非线性规划 它使用的方法 一共有四种方法 那第一种叫做内点法 这个是默认的一种方法 后面还有什么序列二次规划法 有效极法 还有信赖欲反射算法 那这几种算法 大家肯定没有听过 对吧 如果你不是研究我们这个规划论的 就你如果不是研究规划论这门学科的 你完全不用了解 这个算法 它背后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当然你有兴趣 你可以去查一下 有一本教材叫做规划论 或者你可以说数学规划模型 那这个教材是一般是研究生才开设的 本科一般不开设这么教材 那如果你是研究这个方面 你想研究这个方面 就研究怎么样求解这个最优化算法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搜一下 那这四种算法 就是我们Metalab中 类似的来求解我们这个非线性规划 它的四种方法 那具体这四种方法 它们的这个特点 就各自的试用点 对吧 或者它各自的优缺点 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 那实际上这个类点法 因为是Metalab它默认的一个求解方法 类点法它的一个稳定性最强 所以实际上大家自己建模的话 类点法用的最多 当然我们来看 假如说你现在在 你现在在进行数学建模 你要求解一个非线性规划问题 对吧 那你完全可以把这四种方法 全部来用一遍 你全部来用一遍 对吧 然后来看一下哪一种方法 它的结果最好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在论文中加上这样一句 怎么样 就我现在使用了四种方法 对吧 那这四种方法 求解出来的哪一种方法最好 那这个就体现了我们这个结果的稳健性 对吧 那这个就是你论文的一个优点 就是我刚刚说的 就是我刚刚说的第四点 那具体怎么样来改变我们这个求解的算法 那到时候我们会用代码来给大家演示 好 这个是我们的第四个点 然后再来看 这里面有一个出现了FUN 对吧 FUN这个是什么呢 FUN就表示我们的目标函数 那因为在非线性规划问题里面 我们的目标函数 所以我们这里要给他用一个M文件 就要把我们这个方个型 就要把我们这个目标函数 写到一个M文件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M文件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M文件里面有这样一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怎么样在Metalab中 怎么样来定义函数 我们之前在讲TopSize方法 的时候讲过对吧 我们可以用方个型来定义一个函数 那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定义的这个目标函数 它的一个要点 首先这个函数的函数名称 函数的名称叫做FUN 当然这个FUN你可以自己 另一的取名 比如你你你改一个 清风老师我爱你对吧 也是可以的 那当然这个你命名要符合我们的这个命名规范 就只能用我们的字母和数字来组成 就要符合他的命名规范 那你同样的 因为这个函数名和你保存了这个M文件的名称 是一致的 所以你保存的M文件也是这个名称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函数名的一个命名规则 就没有就可以另一取名 只不过要符合Metalab的命名规范 到时候我们会通过具体的DEMO给大家看 再来看F F是什么呢 F实际上就是我们目标函数它的一个变量 那这个F大家看 在我们的函数内部 函数内部就定义了这个F F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的返回值也是这个F 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M文件 它实际上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那我们来看这个F 它也可以另一取名 但是你返回的这个F 就是我们返回的这个F 和我们函数内部的这个F 就是这个变量 就是这个目标函数 它们的名称得完全相同 就你在你这个函数里面定义的这个变量 也就是这个目标函数的名称 和你这个返回的名称要完全一致 这个就是我们的F 然后大家看我们这里at 对吧 我们这里有一个at符号 at符号at是fun 实际上这个at的这个fun 代表就是我们的文件名称 就是相对于是引入我们的这个M文件 对吧 就在我们这个Fmin CUN这个函数里面 把我们这个 把我们这个目标函数给它引进来 这样作为一个目标函数 那可能现在大家听起来比较 看起来有点不理解 对吧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 咱们等一下把那三个立体一讲 大家就会明白的非常彻底 好我们来看 这里的X X是什么呢 X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的目标函数 对吧 对吧 决策变量 X是一个决策变量 对吧 那X我们说过决策变量 它一般有多个 好我们来看 这里的X实际上是一个列项量 那当然 这里写的其实有一点点问题 其实是一个行项量也可以的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行项量 那我们这里就把它当成一个列项量来处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实际上用的最多的就是一个列项量 对吧 比如说我们之前 我们在讲我们的现金规划问题里面 我们的X对吧 大家注意我们当时那个X 它也是一个列项量 然后我们这里就引用我们这个一般的形式 把它看成一个列项量 那用这个列项量来表示我们的角色变量 好 那你这样的话 你到手调用我们这个函数 实际上就只需要输入我们这个函数名称就可以了 在我们FminC1里面 那这个就表示我们的目标函数的一种写法 好 然后再来看我们这个FminC1这个函数 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函数 Fun它同样它表示的是我们非线性的约束条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函数表示的是非线性部分的约束 对吧 那非线性部分的约束 它一共有两种不同的约束 首先第一个就是非线性等式约束 第二个是非线性不等式约束 对吧 那你这样 因为我们这里引用的是我们这个非线性部分的约束 所以我们这里能乱要写一个M文件来储存我们的 这里不是目标函数 来储存约束条件对吧 你现在能乱得编写一个函数 就是我们这个NONLFUN这个函数来储存我们的约束条件 好 那这里能乱要写成一个M文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文件 首先它的命名 它的命名你可以能乱可以随便取名 对吧 那只要你满足 不要和上面这个函数的名称重复就可以了 而且要符合我们METALEV的一个命名规范 那你保存了这个M文件 它也得是这个名字 就和你这个函数名称是一致的 然后再来看 这里一共有两个返回值 一个是C 一个是CEQ 大家想C是什么 C不就是咱们之前说过了吗 C是我们的非线性不等式约束 对吧 它就是C 那CEQ是什么呢 CEQ就是非线性等式约束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有两个返回值 分别是非线性不等式约束和非线性等式约束 好 那在我们的函数里面 我们就要定义我们的C和CEQ 那这个C和CEQ 实际上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我们这种 向量的形式 对吧 这个就是C和CEQ 好 那假设你现在不存在我们的非线性不等式约束的话 大家想 如果你现在不存在非线性不等式约束 那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令我们的这个C就为空级 那同样的 假如说你不存在我们的非线性等式约束的话 对吧 那你就可以令我们的CEQ等于这个空 等于这个空级 对吧 那这个就是如果不存在怎么办 就令它为空就可以了 好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调用我们这个函数 你看fmincon这个函数 然后给它at一下at我们这个函数名称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储存的这个非线性约束条件 对吧 那这个是我们 我们怎么样来写我们这个非线性部分的一个约束 我们要把它写到一个M文件里面 到时候我们会通过具体的代码来讲解我们这个 来讲解我们这个怎么样来编写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 那这里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这个下标啊 写成了 写成了这种形式 就是你现在要写我们 比如说你现在要写我们的目标函数 那这个目标函数我们说过 它实际上是一个表达式对吧 现在目标函数是x1的平方加3倍的x2 那你如果直接把这个目标函数写到我们的Metilab中 它肯定会报错 大家想为什么会报错 因为Metilab中它不能识别x1对吧 x1是什么 x1什么都不是 x1只是我们数学上的一种记号对吧 那在Metilab中你要你就要把它写成x1 这个x1就表示我们第一个角色变量 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嘛 我们的x实际上表示的是我们的角色变量对吧 x是角色变量的话 那你的x1就表示我们取角色变量的第一个 那实际上就是你的x1 好那这个x2同样的 我们要写成x2对吧 然后这里错了给改一下 那这个就是要注意 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目标函数给它写成我们Metilab中能识别的一种写法 那你把这个目标函数给它转换成Metilab能识别的写法 那就是x1平方 平方的话就用这个上尖尖对吧 上尖尖就表示我们开方 不上尖尖就表示我们求一个数了多少次方对吧 那x1的平方就是x1 上尖尖或那就是求x1的平方 再加上3对吧 然后乘号不能省略Metilab中乘号 然后再乘x2就表示我们的第二个角色变量对吧 好这个就是我们第七点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函数给它写成我们Metilab中能够识别的写法 那当然我们我们这里这种非线性不等式约数 或者说这种非线性等式约数 大家看 比如我们来看前面的立体 像这个c和cq 我们也要写成我们Metilab中能识别的写法 那比如说我以这个为例那就是-x1平方对吧 加上x2-x3平方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Metilab中能识别的写法对吧 你如果直接这要显示会报错的 那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下面再来看 假设现在我们不存在某一种约数的话 那如果你不存在某种约数的话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空来代替对吧 就用这个中科号来代替 这个和我们的线性规划差不多 线性规划里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空击合来代替对吧 那比如说你你这个函数到了某一项为止 就比如说你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函数 他这个后面的项全部为空的话 那这里就不存在我们的这个非线性 非线性约数对吧 也不存在线性等式约数和上线性约数 那这样的话你实际上就可以令后面为空 那如果你不设置不设置我们这个不修改 我们求解的方法的话 就你不设置这个op型的话 就不是不更改他求解的算法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把后面全部省略掉 就省略掉就意味着对吧 我们没有这些约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八点 就是说如果你后面全部为空 而且你不止定我们这个求解的方法的话 那你后面的这个空全部可以省略掉 那看起来更加简洁 好 那最后我们就来对我们上面这三个立体 就我们上一个视频讲的那三个立体对吧 我们来把它进行一个求解 那大家看这个求解的文件夹叫做code4 我这里没有加点m 那没有加点m意味着是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这个是一个文件夹 为什么是一个文件夹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不止有一个m文件对吧 我们还需要给我们的这个目标函数写一个m文件 还要给我们的这个非线性部分的约数 给它写一个m文件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就用一个文件夹来储存 那等一下就我就会带着大家来一起来求解 我们再有三个例子 我们再有三个例子